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小唐辉 这宅跳票执政八年达成率12% 专家表示蔡英文对不起年轻人 蔡英文执政年轻人生活更痛苦 资深媒体人在脸书发文批评 总统蔡英文政府在土地政策 设宅建设的执行不利 承诺八年增加20万户设宅 目前为止可入住的设宅只有24000户 达成率仅12% 直言民进党执政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蔡英文对不起年轻人 专家指出根据2022年的年度统计 资料显示 25到29岁的年轻人 全国年度失业率高达6.13% 而政府承诺的20万户设宅建设计划 进度严重落后 目前只有24000户可入住 达成率仅12% 专家表示 政府迟迟未能兑现设宅建设承诺 并将责任推卸给包租贷款 及疫情等因素 实际上政府带领土地上涨 进而造成房价居高不下 年轻人面对购物压力更甚 专家呼吁政府应该珍惜仅存的土地资源 而非以卖土地来解决财政问题 专家举新加坡为例 指出新加坡房屋政策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土地是国家所有 另外公积金制度也是新加坡房屋政策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在台湾因金水已经够低 无法负担公积金的支出 那这个文章的最后 专家也批评蔡政府对土地政策缺乏长远的规划 带头卖土地炒高房价 解决不了青年低薪的问题 生活苦让年轻人更向往自由 没有拘束的工作 相对用劳力的技术性工作 没人想做造成恶性循环 民进党执政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蔡英文真的对不起年轻人 所以现在看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寿宅 不但盖得不是很好看 连达成率都不是很够 当然这个专家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带着政治立场 不过我们就冷静的来看 就是说到底单一以这一项社会住宅的部分来去看的话 感觉上真的是没有做好 这说实在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增加供给 我认为是需要 上一则也讲过 当他没有提供供给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让这个市场上 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商品 关于政府带头炒作土地这件事情 这个也在一年前的节目也做过 这个我们这边就不再重复多讲了 那这个已经是既定实际的状况了 炒作土地的时候大家有份 那执行设宅的时候 需要你政府出一份力的时候 现在出来的达成率不够好 那难免让人家觉得心寒 想了各式各样的方法 其实你有一个比较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比较踏实 需要比较认真 你可以说是比较辛苦的方法 但是你应该知道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的方法 没有去做 去做了很多其他短时间 可以创造一些议题的政策 那为什么不把资源先集中在 提供社会住宅这个部分 你先试试看 因为你知道它看起来应该是有效果 只是它时间会被拉得稍微长一点点 因为你取得土地规划到最后盖好 到最后能够进入到市场 然后让年轻人住得起的话 它需要一点点时间 但是这种中药式的调生题 我想不要说现在这个政党 万一政党轮替 我相信好像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 普拿藤式的这种 快速的 对 止痛药式政策 没错 没有想要去调生题 这样子是好的吗 感觉是不好 那现在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也要让刚好听到我们节目 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去感受一下 如果说今天很多东西 可以重复的在你的社交软体上面 常常曝光 常常有一些议题 会吸引你的眼球 然后让你去单纯的一项议题下 认同以后去做了决定 会不会就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些 上不了社交媒体的苦差事呢 但他却真正是对于年轻人是有帮助的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没有说哪一个政党比较好 而是这些相关的议题 是谁提的 你觉得这些政策内容是比较好的 可能你时间要拉长一点点看 是真的能够解决的 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很多东西 有一些小的东西 也许他都可以解决部分的这个东西 我就要讲一个 之前我们有讨论到 就是说食品质的问题 到底好不好 到底要不要实施 我觉得这个制度 只要是统一的都是好 即使是现在他在实施有难度 他会需要到很大的社会成本 然后再来是 他还有一个税收的问题 假设你之前买的房子是50坪 但是你的公社比有30% 不可能那么低 但我只举例 刷整数好算吗 那也就是说你实际坪数是35坪 切换成10坪之以后 你原本要缴50坪的房屋税 变成是35坪了 对于政府来讲 我税收突然变少了 然后旁边的案子 假设一坪是多少钱 我一定会拿旁边的一坪 来去回推我这边 因为我不可能让我的总价受损 单价你会看到它跌上去 跌上去之后 那是不是就带动 未来在这边有可能 新的预售案 它价格也跌上去 也跌上去 因为你这个旧房子 可能一坪多少钱 就卖的洞了 那我为什么要便宜卖 或者是说 我在买土地的时候 我就敢买比较贵一点了 因为我知道卖的洞 然后你就说建商 我真的没有赚那么多 因为土地赚更多了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是有可能的 但这些要不要改 其实迟早都会改 因为上次留言当中 有看到一些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 比较年轻的人 因为感觉听起来 他对于一些社会状况 真的是无力无奈的感觉 那我为什么说 他持续会改 就很简单 因为年轻人 慢慢会变成是市场的主力 政坛上的主力 不是主力 是主力 主力求援的主力 慢慢慢慢 这一代新的想法 会把旧一代的想法 太换掉 我认为迟早都会变成是真正的食品质 只要是年轻一代 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时候 他就会推动 他就会变成是这样子了 同样的在这一批年轻的族群 成为整个国家的主力成员的时候 是不是未来能够推动 这个本社宅 或者是说跟房地产相关的一些议题 会越来越符合新一代的需求 绝对会 年纪大了 会慢慢慢慢 他的影响力会下降 比如说举例好了 不要说年纪大 我们这个年纪的可能都会觉得说 没关系 下一代能好就好 已经不太在意我们自己这一代了 有一点点开始不在意了 比重上面 那我下一代不要给他过太苦 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的悲观 因为年轻的一代也慢慢在成长 年轻新的观念 也慢慢进入到主流的社会价值 我相信很多东西会跟着改变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防老吉 Bye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